喂 大家好 这支影片呢 我需要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网站 因为如果就是说 各位如果之后做习题的话 你不太确定说到底解答的答案到底 解答的答案到底对不对 或说讲义上的那个解答 那个答案到底对不对 那你可以用一个网站来检查一下 就跟大家介绍的网站 那首先呢就是打开你的Google Google呢你输入Wallframe Wallframe就是狼 Wallframe Google搜寻Wallframe 你打Enter之后呢 不知道各位的页面会出现什么 那至少应该 头几个应该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Google搜寻可能结果 会稍微有点出入啦 那应该前面几个 会出现一个叫做Wallframe Alpha 然后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这一个标题啦 你说说看看前面几个 你是不是Google搜寻管 看前面几个是不是这一个 OK 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就把它点进去 OK 然后点进去的你会发现了 这是一个Wallframe Alpha的一个网站 那它上面有好多东西啊 那这边的其他东西我就不讲 那我们只关心一个 那个我们这门课就是要 解Differential Equation嘛 那你怎么利用它检查 那个讲 习题的答案到底有没有写对呢 因为习题答案是 多多少时候都有出入啦 因为它不可能媒体都对啦 而且说实话 其实习题也不应该给你们答案 应该是你们自己去讨论才对 不应该给你们答案 OK 好那这边呢 我们画面上你应该会有 看到这边有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网页的首页 Wallframe的首页 这边有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不知道可以看到了没呢 然后你把它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边有好多格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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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但是呢你就不用理它 你就随便 你就找一个最简单的 第一个格子 这一个 OK 这边好多格子可以选啦 但是你就找一个 左上角最简单的那格子就好了 这格子呢你把它点进去 OK 好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开始 输入你的微分方程式 然后它会帮你解啦 OK 那它这边这个 它上面现在例子是 Y的二阶微分加Y等于0 但这不是我们要的 OK 好这边示范一下 你可以怎么key呢 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 首先我把这些去掉 比如说我随便找讲义上的一个题目 来看一下 我示范个三个好了 我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呢 我这边我输入一个 2 1加上 x d y 它这个很多形式它都认得出来 很厉害 y d x 然后等于0 OK 这是一个一阶ode 然后呢 好之后呢 你按 enter enter之后呢 它会 应该很快把答案算出来 这边呢 你会发现 那这边 有解答就在这边 它 它会得到解 那C1是一个未定常数 你看它连未定常数都可以 帮你标出来 真的是蛮厉害的 OK 好这个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 用利用allframealpha的这个网站的去check 那个 你觉得 当你觉得答案有问题 你不确定对 有没有对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网站 然后呢 我再随便输入一个 它这个 比如说你要输入 其实条件的话呢 怎么弄呢 这个 比如说来找 另外一个例子 那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cos x 然后 乘上 xp exp 你可以写成exp 然后呢 括号 就是exp 2y 然后呢 这个函数呢 扣掉y 然后乘上 y等一阶分 y等一阶分 可以用y一匹 表示就可以了 然后呢 等于 呃 这边是xp 然后 y y 然后乘上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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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 不知道它认不认得出来 然后呢 你可以起始条件打进去 然后起始条件 你要搭起始条件的话 你先打一个逗点 然后呢 y i of 0 等于 0 看一看它认不认得出来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 它将会不会出错 嗯 它好像没有列出答案哦 答案在哪里 看一下 答案在哪里呢 哦 有 在这边 那答案在这边 看一下答案 是不是跟我上面写的答案一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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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像有点出入 嗯 我看一下 嗯 这边 对 嗯 可是这边它为什么会是 加上完全上 这边为什么这个尾巴会有点不太一样呢 诶 诶 这个就怪咯 这就妙咯 这为什么会不太一样 嗯 嗯 哎呦 加上 嗯 它这个会不会是 有点 啊 这个没有错 啊 没有错 它整理的心思跟我 跟我的心思不太一样而已 没有 这还是对的 这是对的 哦 OK 那这个 它整理的方法跟我上面整理的方法不太一样 嗯 OK 这个就是答案 答案是对的哦 OK 好的 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指数函数的话 你就把这个 可以用EXP 表示 EXP表示哦 然后刮虎里面填这个函数进去哦 这就是Exponential OK 好 那我 我摄影师在找一个 找一个 一直找一个 一直找一个 看一下哦 嗯 我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有次方了好了 次方会不会 次方你们会输入吗 嗯 OK 随便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看一下 看它是怎么厉害 OK 好了 再试算最后一个哦 这边 哦 我这边 X平方 那X平方也就是一个帽子 然后给它2 这就是X平方的意思啦 OK 各位如果不知道 次方出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你要给它一个帽子 就通常在很多程式里面 或是很多表达里面 那个帽子都是平方的意思 就是要几次方的意思 帽子2就是2次方 帽子3就是3次方 OK 好 然后再加上Y 然后平方 帽子 平方 然后呢 DX DX 然后加上 Double 然后X 平方 然后减掉 XY 它这边也是先称除后加减 我觉得基本上跟你一般算数学就是一模一样的啦 OK 看一下 然后呢 想完之后按 打完之后按Enter进去 看看出现什么 我也不知道它出现什么 哎 哎 哎呀 它 哇 它这个 它这边的答案是长 这个样子啊 哇 这么麻烦 哇 它这个 那 它这个 奇次文方式 它这个 可能有时候这个答案 哎 各位可能很难check 我看一下 啊 还是不行的 看一下 嗯 哇 那它这个奇次方式呢 这可能是 Exact form的话 它是长 你看它有一个W这个函数 它这个是 哇 那这个奇次文方式可能各位很难这个表示 哦 它把它表示 它是 它是把它表示成这个 嗯 怎么说就是上课有提过 就是那个显函数的形式 那当显函数表达的话 它必须用一个很奇怪的函数 才能表示这个函数 那这边呢 我是没有要各位表示成这样子的 因为我 我讲义上是用一个 影函数的形式表达 OK 那可能这个奇次 奇次这个 微方方程是可能 可能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网站可能 不是说它不能解 它可以解来解完之后 可能会跟你 长得不太一样 好吧 那这可能这个网站有它的极限存在 OK 好那我再找另外一个 呃 找一个 看一下 找一个 OK 这个应该可以啦 找一个 唉 我再找一个 copside x 加 y 然后 然后 加上 3y 比方 加2 y 加2 cos x 加y dy 然后 等于0 OK 好 那输入完之后呢 按一下enter 看到一出现什么 这应该还好吧 这应该还好吧 这应该不会出现太奇怪的东西吧 呃 还没出来 OK 好它的答案写在这边 OK 那我对一下答案 呃 它可能这边有点奇怪 但是呢 它这边只是把这个 sinx加y 把它用那个 三角函数关系是把它乘开而已 所以其实答案 其实跟我们 那个奖音上历人是一样的哈 好啦 那这个影片呢 其实呢 只是要跟大家说呢 这个你如果不确定 那个解答上面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话 这个网站基本上是一个免费 免费 帮你check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啦 OK 但是其次 我问方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些问题的 OK 好那 就这样啦 那因为这个网站基本上是免费的啦 你只要有Google 有一条网路线有Google 甚至有WiFi 有WiFi 吃免费WiFi 就可以点进去这网站 它就可以帮你算东西 OK 好 就这样子啦 那我们这影片就先暂时到这边聊 那 OK 那 那就先到这边啦 OK OK 那就上上下之后再说聊 拜拜